你 喂 哪位 你人在哪儿 请问你是 王居安 你有没有礼貌 怎么直接挂人电话呀 我很忙 物业油眠能忙什么呀 现在立刻打车到艺术中心 车费给你报销 我只有半小时时间 对不起 为那一晚道歉 更正如下 不是为我自己 只是为王思薇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为那一晚道歉 三十万卡的字举丢了 你过来再补一张 三十万卡的字举不是给你了吗 怎么会不见的 没有不见 我找到了 那你耍我啊 你堂堂一个总裁 我每天闲人没事干吗 嗯 这是什么呀 中国字 不认识啊 按你目前的资历来说 只能签这种第三方诱人合同 不过工资是按市场价给的 在同等职位里不算低了 对面我还有个酒会 公司见 你就这么吹你我会拿 不然呢 安生面试结束多久了 工作要好找 不就早找到了吗 现在都是双项选择 我当然 安生制度健全 福利优偶 又肯花钱培养员工 这么好的职业发展平台 我想不出任何理由来拒绝 而且 我很好奇 在你面试的公司里 有多少家是不需要做背调 就直接用人的 还有 听说你离职的原因 是被人投诉 你怎么会知道的 因为在决定给你合同之前 我也得做背调 既然是这样 那你为什么还要 为了我们家老三 恭喜你 有一个学霸表妹 外加我那个不懂事的弟弟 我可不想利用这层关系 身在职场 要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 这么好的资源摆在眼前 视而不见 会显得更加愚蠢吧 知道这世上最可悲的是什么 是实力配不上隐心 回绝安盛 要等到实力够得着的那天 才能回得爽心 爽肺 不是吗 更何况你不是口口声声说 没拿这个钱吗 这个 就是最好的证明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